从监狱红靶到校园红靶 透过举办各种活动 凝聚青年佛子 为教界注入心血 随着学佛风气日益普遍 中华佛教青年会的成立 希望能够凝聚各地优秀青年佛子 为教界注入一股心血 我是英国55年出家的 英国55年出家的 我认识尽谣法师40年 民国78年成立中华民国国教青年会 这个国教青年会是尽谣法师 跟台大恒清法师 台大教授恒清法师 还有杨慧染教授聊一聊 说国教应该办一个青年会 杨慧染教授不跟我来说 就是说金谣法师你去找我 我跟法师聊聊天 为了这个事 金谣法师到嘉义来找我 那个时候我在嘉义 民主是保保和弦当店长 他那他那他那 他就在做病 所以说到国教青年会 金谣法师是非常夸权的 但是他很客气 很礼貌 一定要让我当第一届的市长 好不好 我说我做第一届 他说第二届到晚 我要给他喝努力 就接办吧 他还是可以让我当第二届 金谣法师实在是客气 我对我们金谣法师认识那么好 还要想到高雄开灯脑上 开灯脑上带了我们十几个年轻的笔青 带花东建立部教 来到米岛 做一个小黑妻 做八个还是九个 还有开黑妻 都是年轻的笔青法师 他说我们开会一下 说那个小黑妻 嘎嘎嘎嘎 你过去 我要摔下去 就长高了 国家的金谣法师都在那里 常年在校园弘法 藉由举办大学征学的青年活动 读书会 东夏令营等 与年轻人走在一起 职方新闻记者 蓝依荣台北采访报导